据路透社14日报道,美国驻韩国大使馆13日,在其办公大楼上悬挂了一面巨大的黑底白字横幅,上面写着黑人的命也是命,以支持美国各地的反种族歧视抗议活动。 不仅如此,美驻韩大使馆还将这张横幅照片发布到了推特上,公开发文表态称,美国同胞为种族歧视事件感到悲痛,美驻韩使馆与那些和平抗议并且要求积极变革的同胞站在一起。 悬挂的黑人的命也是命横幅,显示出使馆对抗议种族不平等的支持,对警察暴行的反对,美国要努力建设一个更加包容和公正的社会。 随后美国驻韩国大使哈里·哈里斯也转发了这条推文,称美国是一个自由多元的国家,需要从多样性中汲取力量。 早前,哈里斯就曾公开表示自己支持和平抗议,但是他谴责了美国的一些暴力示威行为,称绝不支持那些以和平抗议为幌子进行肆意破坏,故意伤害的人。 美国驻韩国大使馆这一操作可谓与特朗普公开唱反调。 路透社表示,虽然现在美国抗议种族歧视的浪潮已经席卷全球,但是美国驻韩大使是由总统特朗普任命的。 按述他们应与特朗普保持一致,鉴于特朗普一直以来反对抗议的立场。 驻韩大使馆公开支持抗议,高调悬挂横幅的举动实在是相当罕见。 据悉,哈里斯曾在美国海巡服役近40年,经特朗普任命后,2018年成为美国驻韩大使。 此前有媒体报道称,哈里斯私下曾透露,将于今年年底卸任大使一职。 虽说美国驻韩大使馆的这一举动相当罕见,但这不是他们第一次任性悬挂横幅了。 去年该使馆就曾悬挂过支持性少数人群的横幅,这在当时也引起了很大的争议。